台东警分局今早接获民众报案 在台东市大雪路为乱发生交通事故 据了解一名黄新民众骑机车 沿大雪路往台东市方向行驶 先经建农平交道时 疑似未注意前方平交道遮断杆 已经放下不慎撞击 黄新女驾驶头部重创 送往医院救治 详细事故原因尚待调查离经 黄新民众机车翻覆到田中 换到一旁的平交道遮断杆 也被撞到倒了下来 台东警分局今早接获民众报案 在台东市大雪路二段发生交通事故 根据了解十名黄新女驾驶 骑程机车沿大雪路往台东市区方向行驶 新京建农平交道时 疑似未注意前方的平交道遮断杆 已经放下不慎撞击折断杆 而黄新女驾驶头部重创 送往医院救治当中 今日上午八十四十五分左右 接获民众报案 在台东市大雪路二段发生交通事故 经严谨到场了解 黄新民众骑程普通重刑机车 沿大雪路往台东市区方向行驶 行经建农平交道时 疑未注意前方平交道遮断杆已放下 不慎撞击遮断杆 黄新女驾驶头部重创 送往医院救治 黄女酒册旨带抽血检验报告确认 详细造势原因 由本分局交通小队深入调查中 本分局呼吁行经平交道时 应注意停看听 林响就要停等 并非柵狼放下 才要停下来 勿任意闯越 台东警察分局也呼吁行经平交道时 注意停看听 林响就要停等 并非柵狼放下来 才要停下来 切勿任意闯越 希望用路人也能够共同遵守交通规则 黄新女驾驶酒册旨带抽血检验报告确认 而整体的详细造势原因 警方调查当中 借判罪台中市报道